京华风云录 卷四 血色荆棘 作者 京夫子 播讲 夏秋年 第三十三章 百万雄狮惹不得也 周恩来 杨成武拉上陈载道中汉华 于黎明时分到长江岸边查看水情 商量主席在何处下水 何处上岸 组织多少人陪勇 沿途如何警戒等 他们发现三幅延天的武汉市是座不夜城 街道上江岸边 到处是一队一队的人马 手提武器在巡逻 吆喝 不时这里那里的传出吉祥沉闷的枪声 周恩来坐在吉普车里 又是一身大汗 他想起去年七月这个时候 毛主席在五千游泳健儿的陪同下 畅游长江三十里 发表了人说长江很大 大并不可怕的著名讲话 武汉三镇一片欢腾 毛主席是想重现去年的热烈场景 再次向全国人民宣誓 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周恩来问守护在车窗外的陈在道 今年还能组织起五千游儿陪主席游长江吗 陈在道回答 省提委 市提委都分成两大派 手里都有武器 除非从军区水警市调五千官兵作陪 岸上则由独立师戒严 否则安全没有保证 周恩来说 那肯定不行 主席会生气 他要和人民群众在一起 有男女民兵 有大中学生 你们水警市有多少女兵 没有 清一色的和尚兵 更不行 想叫你们化妆成男女民兵都不成 去年主席游长江多热闹 王任仲同志全城陪同 武汉市民奔走相告 王任仲现在关押在哪里 陈在道回答 中央文革点了他的名 听说主席也不保他了 被造反派押到长沙广州游斗去了 周恩来嗷了一声 忽悠问 去年八月 李达究竟怎么死的 是自杀还是被杀 李达主席的同窗 党的一大代表 武汉大学校长呢 陈在道回答 军区政治部派人参加过调查 在落家山下的湖湾里发现他的尸体时 已经腐肿腐烂 当时判断 至少死了四五天 死前被武汉大学红卫兵斗了几天几夜 听说打得头破血流 死得不清不白 罪名是反主席 反文革 娘的 这次运动 很多老同志都死得不清不白 正说着 站在前面一辆吉普车旁的杨成武 钟汉华 却被路边的群众认了出来 杨成武 杨总长 杨成武连忙晃手否认 我不是杨成武 你们认错人了 几十名佩戴红袖章的青年纠察队员围了过来 有人喊 没错 他就是杨成武 去年在北京接见红卫兵 他和毛主席同一辆敞篷车 站在毛主席旁边 杨成武立即警觉到后面一辆车里的周总理 若是也被人认出来 引来成千上万革命群众围观 就脱不了身了 于是不多解释 朝后一招手 闪身进了车 趁包围圈尚未行程 两辆车一溜烟开走了 听得到一两句叫骂声 杨成武 你算个屌 怕见湖北佬 毛泽东午后起床 在餐桌上召见陈在道 钟汉华 周恩来 杨成武 谢夫智等人做陪 毛泽东边喝麦片粥边说 陈司令呢 我到武汉来保你呢 人家要打倒你 也不容易呢 陈在道连忙起立 表示感谢 并承认自己工作没有做好 犯了错误 让主席和中央操心 周恩来让陈在道坐下 听主席指示 毛泽东说 陈司令这次犯的是方向路线错误 支持保皇派 压制造反派 是不是这样 你不要紧张 不要一提方向路线就紧张 犯错误改了就好 还是当你的大军区司令 指挥二三十万军队 你是京楚节度史 权力大得很 要学郭子怡 不要坐安禄山 周恩来 杨成武等都笑了 陈在道中汉华却笑不出 毛泽东说 我对湖北武汉的运动有信心 比起安徽 河南 四川 湖南 广西的大武斗来 湖北武汉算先进的 有报告讲 我老家湘潭 长沙 军工厂打派仗 坦克车都开出来了 把马路压烂 四川产业军则用上了火焰喷射器 砰的一声 对方的攻势就燃成灰烬 你们武汉 坦克车没上街吧 火焰喷射器也还锁在仓库里 所以我说武汉是比较先进的 周恩来说 武汉两大派 百万雄狮和工人总部都有不少武器 包括轻重机枪 是很大的杀伤火力 陈司令 中正伟 这是怎么回事 陈在道仗红了脸 毛泽东注意到 陈在道并不是什么大麻子 只是神情激动时 脸上才有些麻斑显现 陈在道说 总理啊 我和百万雄狮的人从没见过面 怎么晓得他们的武器是哪里来的 中汉华说 有人报告 工人总部一派的武器 都是用汉阳兵工厂的老机器造出来的 每天三班制 二十四小时赶工 周恩来不悦的说 这就怪了 工人总部的武器是哪里来的 你们清楚 百万雄狮的武器哪里来的 你们就糊涂 谢夫智说 武汉市人民武装部 各区县人民武装部 加上公检法 都公开加入了保守组织 这在全国是少见的 他们的后台是谁 武器哪里来 还不清楚 陈在道不予理会 照说自己的 军区司令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 发过两次通令 要两派群众都交出武器 可是谁都不交 中央文革又一再表态 他们支持工人总部 一碗水端不平 毛泽东不耐烦的摆摆手 我为什么讲你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因为你们支持保皇组织百万雄狮 在这个问题上 我站在中央文革一边 你们抓了工总的头头 人放了没有 陈在道苦着眉眼说 放了 昨天总理一来 要我们放人就放了 毛泽东说 放了好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意真 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 造反派红卫兵连死都不怕 你奈他何 这就叫做天高皇帝远 民少相贡多 一日三变打 不反待如何 话说回来 对百万雄狮也不要全盘否定 一个群众组织 号称百万 成员又都是党团员 工人贫下中农 要做好工作 实现革命大联合 根子就在你们军区机关 你陈司令没有见过百万雄狮的头头 我或许可以相信 但并不表明你不支持他 具体的我不管了 总理也管不下那样多 这样吧 由谢夫智 王立 于立金 李作鹏 加上北京来的几名小将 组成中央代表团 先和你们军区负责人开会 再和两派代表开会 把问题摊开来 就地解决 行不行啊 陈载到中汉华起立 我们服从主席命令 毛泽东晃晃手 目光转向坐在餐桌一侧 埋头吃喝的秀才王立 王任重究竟是些什么问题 他给我写了信 身边他不是坏人 没有被捕过 不是叛徒特务 工作还有成绩 你可不可以具体说说 王立擦嘴回答 王任重当了几个月的中央文革副组长 和逃柱打得火热 保刘少奇 保邓小平 保贺龙 他还反对红卫兵 反对大串联 总之是保字当头 他把贺龙的儿子贺鹏飞 女儿贺小明都弄到了钓鱼台去了 要在中央文革内部搞名堂 被江青同志及时发现 才把他挖了出来 毛泽东点点头 王任重啊 我过去对他印象不错 当作忘年友 看来也是个扶不起的天子 王立进而加油添醋 王任重的读书笔记很多 发到中南五省县以上干部学习 而不学毛柱 他写诗称主席为兄长 以兄弟自居 毛泽东目光黯淡下来 五九年陪我回过一次韶山 他做了手歪诗 什么何须衣锦还乡 教群众批判吧 湖北王任重 广东赵紫阳都和陶柱关系密切 武汉军区和陶柱没有关系 陈载道中汉华再次起立 我们听从主席的 周恩来说 还要思想通 心悦诚服 我们都要对主席心悦诚服 体谅主席的苦心 这么炎热的天气 主席到武汉来 就是不放心这里的局势 武汉一乱 南北交通中断 影响全局 你们都是忠于主席的老红军 老将军 遇到问题不要钻牛角尖 使性子要顾全大局 大局就是文化大革命 就是主席和中央的战略部署 好了 我们不要耽误主席太多的时间了 问题留到会议上去解决吧 毛泽东说声不忙 转向余立金 问 武汉空军有多少人马 是不是有个空降军 归谁领导 余立金不知毛主席为什么忽然问起这个 忙回答 武空有两个歼机集团 两个运输机大队 一个轰炸机团 一个侦察机团 一个直升机团 总共一百多架飞机 分布在几个机场 空降军编号为第十五军 有七个散兵团 十个地勤支援团 总计两万多人 只属空军司令部指挥 平时训练由武汉军区双重领导 十五军军长由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峰兼任 周恩来说 很好吧 我军唯一的空降军就摆在武汉 机动性强 可见武汉战略地位之重要 这话明显是说给陈在道中汉华听的 毛泽东随即宣布一项经与周恩来 杨成武商定的命令 杨总长 即日起 驻武汉第十五军 由周恩来 杨成武 余立金三人直接指挥 提拔刘峰任武汉空军政委 仍兼第十五军军长 杨成武把笔录下的中央军委主席命令 教毛泽东过目 签字生效 毛泽东又对海军政委李作鹏说 李政委 你稍留一会儿 其余同志先散了吧 周恩来主持了两个半天的中央代表团 与武汉军区领导人的谈话会 中央代表团成员依次是谢富志 王立 于立金 李作鹏 加上北航红旗司令韩爱经 北师大红卫兵司令谭后兰 武汉军区则是陈在道 中汉华 副政委叶明 副司令员孔庆德 武汉空军司令员副船作 新任政委刘峰等 谈话会一上场 谢富志 王立和陈在道 中汉华之间 就展开了激烈争吵 谢陈两人同是四方面军出身 论过去的战功资历 红军长征时 陈已是红四方面军一名军长 谢才是一名师政治部主任 副师级 陈强过谢 论现在所担负的职务 谢是国务院副总理 公安部长 北京市革委会主任 当然高过陈了 但身在武汉 论实力 陈毕竟是大军区司令员 毛泽东称其为京楚节度史呢 谢富志是死心塌地跟了毛夫人江青的 中央文革已经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 江组长实际上已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上 连林副主席 周总理都对他毕恭毕敬 以陈在道算牢记 因此一开口 谢富志就指责武汉军区支持保皇派 做百万雄狮的大后台 对真正的造反派工人总部搞白色恐怖 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是直接对抗中央文革 对抗毛主席思想路线 对抗文化大革命运动 如不幡然悔悟 必然陷入错误的泥坑 越陷越深 最后难以自拔 陈在道虽然不善言辞 还是竭力否认自己是百万雄狮的大后台 他说百万雄狮是自发的群众组织 成员都是清一色的党团员 工人 贫下中农 机关干部 政治上过得硬 怎么能轻易定位保皇派 而你们所支持的那个工人总部 成分复杂 五花八门 街道坏分子 劳改释放范 被工厂开除的四不清干部 打砸抢超分子 流氓团伙分子 他们多次冲击省军区机关和武汉军区大院 先后打伤我警卫部队两百多人 几十人重伤 军区警卫师和独立师的直战员 一直严守纪律 骂不还口 打不还手 我亲眼看到几个造反派流氓 群有一名警卫员 警卫员本来有很好的武功 可是被打得口鼻流血 都没有还手自卫 林了倒在地下 还被那几个造反流氓吐了口水 请问是谁对我们的子弟兵有这样的深仇大恨 告诉你们吧 现在军区警卫师和独立师的广大指战员 早就人人憋下一肚子怒火了 要不是军区领导一再做工作 强调纪律性 组织性 大家早就不干了 周恩来插话 部队的对立情绪要疏导 要给干部战士讲清楚 造反派里混进了坏人是极少数 王立说 陈栽道同志 北京军区 北京卫戍区的干部战士 在运动中也受到冲击 但就没有出现你讲的那种怒火 对立情绪 毛主席教导我们 政治路线决定之后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首先是你们军区司令部的负责同志 对运动中所产生的许多新情况 新事物 缺乏认同 思想抵触吗 当然 毛主席讲了 不通也要通 不通的反面就是通 林副主席也一再强调 对毛主席的指示 理解的要执行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在执行的过程中去加深理解 还有 我们也不能同意 陈司令员你所使用的一个名词 造反流氓 我看全国只有武汉军区负责人讲这个话 用这个词 很不恰当 很不健康 希望今后注意 对造反派要有感情 无产阶级的感情 而非资产阶级的个人好恶恩怨等等 中汉华说 我们欢迎中央文革的笔杆子王立同志 抽空给军区机关干部讲演 上理论课 陈在道平时最看不起 也最痛恨王立这种靠耍嘴皮子 摇尾巴混上高官厚禄的所谓文人秀才了 造反流氓就是造反流氓 难道造反派里没有混进一些流氓坏分子 社会上的打杂抢钞是怎么搞起来的 打死了中学校长 大学校长 学者教授还不够 还想打进军区机关来 是革命造反还是反革命翻天 我已经命令警卫部队 如果再有流氓团伙出我军事机关 殴打我干部战士 抢劫我军械仓库 部队有权自卫 所以造反流氓这个词我不收回 今后照用 谢夫智已是一枪怒意 再道同志 你说造反派里混进了流氓坏分子 保皇派里会没混进流氓坏分子 你如果坚持使用造反流氓这种名词 那么人家是不是也可以使用保皇流氓这个词 不要对造反派存偏见嘛 我和王立同志这次到武汉后 已对百万雄师和工人总部两派做了初步调查 摸清了一些基本情况 我们坚信 以江青同志为其手的中央文革 支持武汉工人总部一派造反群众 是正确的决策 毛主席也确认了工人总部是造反派 百万雄师是保皇派 这就是中央的立场 你们作为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 为什么不拥护中央的这个立场 陈在道浑身着火拍响桌子 主席的批评我接受 说我犯了错误也愿意改正 但你谢夫智和王立对武汉的群众组织的一面倒态度 我拒绝接受 老子就是不尿你们这一胡 王立看谢夫智一眼也拍了桌子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难道不是一面倒的倒向百万雄师才造成武汉地区的这种混乱局面 陈在道见王立苟杖人士也敢对自己拍桌子 更是路不可遏 放屁 给老子闭嘴 谢夫智看到老战友露出蛮横的秋八嘴脸 不禁冷笑 陈在道同志 你不要这样情绪化吗 王立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江青同志很信任的 要懂得尊重 我们知道你受了些委屈 心里有气 武汉的大街上 车站码头上 都贴着有关你的打油诗 顺口溜 你气什么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吗 韩爱经 谭后兰等人听谢夫智一说 立即响起贴在长江大桥桥头堡上的打油诗 陈在道你算老几 老子就是要揪你 忍不住幸灾乐祸的嘻嘻笑 王立捂住嘴 没有笑出 周恩来见陈在道被撩拨的怒火中烧 将要大发作 忙悄悄捉眼 先严肃的制止了韩爱经等人的嬉笑 之后说 陈司令员 谢政伟啊 我还是头次见到二位上将同志 这样针锋相对 炮火猛烈呢 但是不要忘记了 你们两位还是我们军队的五同将军 哪五同 你们同是湖北老乡 九头鸟 一同了吧 你们同是1909年生 年龄相同 二同了吧 你们同是在老家参加革命 三同了吧 你们同是红四方面军出身的战将 四同了吧 1955年 我代表中央军委 同时授给你们上将军衔 五同了吧 由此五同 革命缘分 不值得珍惜 本是同根生嘛 要相互有爱 相互帮助 参加革命有先有后 对运动的认识 也可以有先有后 只要最后统一到毛主席的旗帜下就是了 所以从现在起不要一碰面就争 一开会就吵 我这个做总理的就对你们提这么个要求 你们同不同意啊 周恩来简短几句话 化解了一场拍桌打以相互叫骂的激烈纷争 是资历威望智慧 加上对干部历史的了解 不能不佩服 不能不佩服 不服也得服 谢福智 王立表示 我们听总理的 陈在道中汉华也跟进 好 大家听总理的 周恩来说 你们不是听我的 而是大家都听毛主席的 我看这样吧 对群众组织 你们两方都不要一边倒 要团结大多数 谢福智 王立同志 你们中央代表团 除了做好工人总部一派的工作 也要去做做百万雄狮的工作 不然怎么叫大联合呢 要告诉百万雄狮 保守派就保守派 也要团结 最后大家合成一派 无产阶级革命派 另一方面 武汉军区的同志 也应当去找工人总部一派谈谈 听听意见 批评的意见更要听 主席常和我们讲 兼听则明 偏听则暗 就是这个道理 今天上午的会 就开到这里 你们可以利用下午晚上的时间 去做两派的工作 主席还在等着你们做好了工作 才公开露面 畅游长江 在这之前 对主席的行踪高度保密 陈司令 中政委 你们在主位 我和谢部长 于政委 李政委 以及王立同志在客位 宣宾不夺主 你们还有什么建议没有 中汉华和陈在道 低声商量几句 说 我和在道同志有个建议 想请谢夫智同志 给军区机关干部 做个大会报告 也是做做思想工作 对缓和干部战事的情绪有好处 谢夫智度里没有几滴墨水 也不擅长大会演讲 顿时面带难色的看看周总理 陈在道 吻声吻气的说 有什么可难的 军区独立师和29师 是你原先在禁察纪带过的部队 下属们都想见见你这个老首长 周恩来笑了 部队的同志就有这个爽快 火气来的快 消的也快 我看呀 谢夫智同志既然来了武汉 就还是去军区机关做次报告吧 算个见面礼也好 这样吧 加上王立同志做陪 你讲过之后 王立同志做补充 理论家嘛 代表中央文革 全面阐述一下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前因后果 来龙去脉 于政委 李政委 你们还有什么高见 没有 散会 但大家不要走 我已吩咐厨房了 中午请大家吃凉面 喝绿豆汤 管饱不管好 也是降降火气 中央大人物光临武昌 武汉市街头照样棍棒枪弹 打个不停 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坐吉普车 路过汉阳水运码头 遇上两派工人正打群架 还没有来得及要司机倒车绕道 一把长矛以不分青红皂白戳进车来 好险 长矛从副司令员的腋下穿过 只在椅背上捅了个洞 副司令员也不敢命令警卫员下车捉拿凶手 而让司机一溜烟倒车离开 跑出去老远才开骂 妈的 叫说年轻人发疯 也叫做革命 战争不像战争 运动不像运动 完全是街头流氓暴行 青帮红帮抢占地盘 8月18日晚 住在东湖宾馆身处 梅岭一号的毛泽东 认为武汉地区的局势已经明朗化 问题也解决得差不多了 而吩咐周恩来返回北京 去解决湖南江西问题 湖南两派武斗大半年 湘江风雷打高斯 高斯打省无联 大概都打累了 相互往湘江里扔尸体也扔够了 都派出代表到了北京 同意实现革命大联合 毛泽东听到汇报 信心满满的指示 恩来你回去找他们谈 把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确定下来 由华国锋当主任吧 过几天我要到长沙游湘江 杨成武汪东兴反对我游长江 但不反对我游湘江 长江湘江都是我喜欢的 都要游 深夜周恩来临上飞机前 对送行的杨成武 谢富志 王力 余力金 李若鹏等人交代 武汉局势 主席比较乐观 我是既乐观 又不乐观 两大派都像火药桶 杨总长 于政伟 你们要把空实武军部署好 保障空中交通安全 李政伟 你的东海舰队特遣分队 则要保证控制长江航道 总之 主席的安全 大意不得 最后 周恩来还有句令杨成武 惊心动魄的耳语 必要的时候提醒主席 留意一下南京军区的动向 陈在道和许世友 同是红四方面军出身的铁杆兄弟 战友 要是一个在武汉闹 一个在南京闹 文章就做大了 都是带兵的老红军 不要太过逼他们 送走了周总理 谢富志忽然向王力提出 走 这里离他们空军司令部不远 拉上刘峰 到水电学院看看 那里是全武汉市最坚强的造反派堡垒 我们还从没去过 王力明白谢富志的意思 白天他们去了百万雄狮总部 受到冷遇 话不投机 不对味 不到一个小时就离开 但以后可以向主席周总理汇报 去过百万雄狮 谈了话 做了工作 他们坚信 支持革命造反派 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才是江青同志的本意 也符合毛主席的本意 天下的造反派 见面就亲热 保守派不投降 不改邪归正 只好搞垮他 分化他 最后吃掉他 在武汉空军司令部 刘峰要留住谢王两位中央首长喝几杯 谢王岂是好酒贪杯之辈 还是干正事吧 一行人分成两辆吉普车 来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校园 全院数千名革命师生 文训清朝而出 欢声雷动 谢富总理来了 王力同志来了 中央文革首长来了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高音喇叭播放革命歌曲 革命方之北京进 造反被决主席亲 革命方之北京进 造反被决主席亲 比起在百万雄狮总部受到的冷遇 谢富质王力面对盛大的欢迎 感动得浑身发热 眼睛发红 欣然接受两名女大学生 替她们佩戴上工人总部的红袖章 在手持棍棒的纠察队员的陪护下 他们先去视察了学院大门外沙包累成的攻势 据点 以及校办工厂自制的各式武器 竟然造出了迫击炮 六零炮 可打飞机的高射机枪 王力看一路 夸一路 好 江青同志文工武卫的指示 你们落实的好 文化大革命 我们造反派就是要有两手准备 一手文工 一手武卫 随后 谢富质王力刘峰被迎进那可以容纳全校师生的体育馆 上了主席台 面对红旗飞舞 古月轰鸣 红卫兵战友们的欢呼声 一向表情木讷的谢富质 竟也豪情高涨 热情沸腾 对着麦克风叫喊 同志们 红卫兵战友们 你们好 我和王力同志 代表中央文革 代表江青同志 看望你们来了 你们是好样的 我们是支持你们的 你们立场坚定 斗志高昂 大方向是正确的 我和王力同志 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 把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进行到底 王力这时也早就按捺不住了 谢富质的话一完 就医务学舌 仿着林副主席的腔调 几乎是咆哮式的接上去 武汉地区运动形势大好 不是小好 也不是中好 而是大好 武汉的问题 一定要解决得最好最好最好 因为武汉有一支 钢铁般顽强的造反队伍 毛主席 林副主席 党中央 中央文革是支持你们的 你们受打击 受迫害的状况 再也不允许存在下去了 要把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 今天我可以负责任的向你们宣布四条 第一 武汉军区之左的大方向错了 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第二 释放所有被抓的造反派战友 并向他们赔礼道歉 第三 工人总部是造反派 革命左派是有功劳的 第四 百万雄狮是保守组织 王仁仲是黑后台 武汉军区是保护伞 欢呼啊 雀跃啊 手舞足蹈 泪水纷纷 热血沸腾 毛主席万岁 谢夫智万岁 王力万岁 刘峰代表武汉空军做政治表态 红卫兵战友们 同志们 过去我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不深 执行不力 学习不够 在知左工作中犯了错误 现在我向你们赔罪认错 向你们学习 向你们致敬 今后盼望造反派帮助我 我们武汉空军从现在起 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 做你们的后盾 至此 半年来一直受到武汉军区和百万雄狮压制打击的工人总部 在武汉三镇的上千个分支部 随即发出排山倒海的欢呼 我们翻身了 我们解放了 我们胜利了 虾平 跟白毛女似的 太阳出来了 造反派组织动作很快 连夜复制出上百合 谢富智 王力 刘峰三首长的讲话录音带 由上百辆广播宣传车 到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上去做彻夜播放 展开前所未有的一面倒的宣传公式 把百万雄狮一派 弄了个晕头转向 住在花木幽深 碧波万寝 远离沉销的东湖宾馆内的中央大员们 并未及时了解到 武汉三镇已经闹翻天 他们或许远远的听到了什么 天天都是这一派那一派 大喇叭小喇叭的闹 全中国反有人群的地方都在这么闹 听多了 久了 也就无产阶级睡得着觉 资产阶级也睡得着觉了 7月19日上午 百万雄狮一派仿佛从晚上和早上的挫折中缓过气来 展开了声势更为浩大 更为激烈的反击 几十万人从四面八方涌来 遍布武汉三镇的主要街道 江滨 以产业工人 武装民兵为主体 结合当地驻军 队伍威风拔面 浩浩荡荡 他们高唱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看去 高唱 说打就打 说干就干 练一练手中枪 此刀手榴弹 高唱 东风吹 沾鼓泪 现在世界上 究竟谁怕谁 高唱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应他那熊奈儿 就一定要实现 数百只横扫千军如卷席的雄壮队伍 迈着整齐的步伐 护着愤怒的口号 拨着刺耳的高音喇叭 搅得整个武汉在七月流火中颤抖 文化大革命造就了无数辩论极才 文章快手 所有百万雄师的宣传车上 高音喇叭配上积月的女高音 一遍又一遍播放着一篇讨王习文 王立究竟是人还是鬼 王立自窃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来 一贯以极左面目出现 七上压下 横左蛮右 五文弄墨 指鹿为马 古唇捣蛇 颠倒黑白 在他插手的四川 内蒙 江西 河南 湖北 浙江 云南 贵州等省区 无一例外出现了大武斗 大流血 大混乱 大停工 大破坏 这是为什么 他大喊怀疑一切 以乱党 大抓谭氏人物 以乱军 大搞反夺权 以祸国 大风保皇派 以挑动群众斗群众 他令革命派水深火热 反动派欢呼雀跃 又何其毒也 他就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揪住王力的狐狸尾巴 当老虎打 把王力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和各兄弟省市革命群众 进行彻底的批判斗争 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打倒王力 火烧王力 油炸王力 可惜王力本人并没有及时听到读到这篇讨王习文 讨王习文却于当天下午被放到了梅岭一号毛泽东的书案上 毛泽东命他的临时秘书之一的谢静怡念了一遍 叹了口气 什么都没有说 当天下午三点 谢福智王力按原计划准时出席武汉军区司令部召开的诗议上高级干部大会 并由他们两位中央大员做报告 讲演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与任务 意义与前景 一个大军区 副师级以上干部竟达七八百人 小礼堂将星齐集 坐无虚席 绝大多数都是爬雪山过草地 身经百战打拼下来的老红军 谢福智毕竟航武出身 知道台下这批人的分量 加上不擅长言辞 给老将军老战友们问了好 置了意 做了个简短的开场白 就打住了 把余下的大把时间 留给了中央文革的理论家王立 王立一表人物 站在主席台上 对着麦克风 居高临下 鸟看重将 他曾经参加过中共中央代表团 面对面的和苏共中央代表团激变 中共中央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他更是主要的执笔者之一 文化大革命前夕 他已位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的高位 若要硬套军政级别 也已相当于大军区副职 所以此刻 面对台下数百名老红军出身的军队高干 仍是一副比走龙蛇 口若玄河的大首长气派 也是嫌谢富志刚才的开场白一般化 不够劲 他抬高了声调说 你们在座各位 都是师椅上领导干部 我们中央代表团 已在武汉地区活动了几天 看来你们对我们伟大领袖 伟大统帅毛主席 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 很不理解 因此我要在这里花点时间 给你们上上课 或者叫补补课 从最基本的ABC常识讲起 从1965年姚文元的平心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讲起 包括1966年批二月提纲 批三家村 颁五一六通知 十一中全会通过十六条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直到今年的平陶著的两本书 外国主义还是爱国主义 谢富志没有兴趣听王力的书生之论 十个书生九个猖狂 得意时牛气冲天 不是天下第一也是天下第二 忘了自己吃几两干饭 吃一时像泄气皮球 断几两狗 趴在地上踢他不动 赶他不走 因而只在台上赔了个十来分钟 就悄悄离开 返回百花山二号院和卫士护士打扑克牌去了 陈在道中汉华等十多名军区领导 出于对中央文革的礼貌 却不能不在台上坐着 尤其是陈在道坐不住 娘迈逼的 老子们噎了脑袋 九死一生打天下的时候 你个地主少爷还在茶来伸手 饭来张口喝穷人血汗呢 什么东西 几把玩意儿 混到中央工作 也来武汉军区指手画脚 做钦差大臣 依了战争年代的性子 早就一个巴掌扇过去了 他怒目远征 胸脯起伏 像一尊煞神 台下呢 那些熬白了头发的师长 军长们 少将中将们 一个个或惊恶 或愤怒 或冷笑 有的咬牙 有的捏拳 有的垂以背 有的欲拂袖而去 但被老战友拉住 陈司令员都还没有走呢 一将冷眼观螃蟹 看他横行到几时 王立在台上放言高论 滔滔不绝 不知死活 当前的主要矛盾 就是要揪带枪的刘邓路线 中央认为 武汉军区在知所工作中 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就在这时 一批接一批的军人 分成一辆接一辆的卡车 黄波灼浪式 涌进了军区大院 涌进了大操场 骄兵汉将们鸣喇叭 呼口号 我们要见王立 我们要见谢富志 王立出了辩论 终于引爆了百万雄狮 这只武汉三镇最大的火药桶 也是南中国地区 最大的火药桶 再次进入大火药桶 并不透明 帮助 小木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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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